就是产生旁边产生两个按钮好了 一个按钮是什么 在这边增加一个就是向右 这边上面是向右好了 然后一个是向右清除 然后再来就是 那再来就是向下 向下清除 因为我这边这台电脑有点卡卡的 今天都会卡一下卡一下 OK那这边是向右清除 一时内推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产生这样子的一个VBA的按钮程序的话 该怎么做会比较快 当然我的习惯我讲过 第一个我会先做出清楚 奇怪这今天电脑是 这个不是正常状态吧 OK好像还有一个特效 好那所以程式就是 我刚刚讲的那种for i 跟for j 里面给空字串 再来就是向右清除 向右的话就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 这感觉闪得太厉害了 OK那 做法我想一样 就是说第一个 你就把刚刚的column column部分改成j ro的话 改成i 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原来是current-1 有没有因为它是b嘛 然后ro-4 然后再乘上20 所以程式写完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写完的话 大概因为程式不多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 我先写一下 向右清除 为什么 因为比较简单 for i 跟for j 然后你就看一下 我刚刚讲过了 因为我都不是 就是不是背的 而是你看有哪些 你就自己把这个东西填上去 所以有点是可以把这些部分 当成是一个公式 然后加上你的蓝列的范围 这个是列 这个是蓝 i 跟 j 然后呢 sales i 里面呢 放上什么 空的东西给它 当然你后面这个地方 也不一定放空字出来 你可以clear contents 不过我讲过了 比起来 点clear contents 跟等于空字 好像这写比较简单吧 所以我讲过 越简单 我就写那个简单一点 方法很多种 那你可以挑一个 你习惯的方式 再来的话呢 向右 那向右的方法就是 把空字 这个上面的东西 复制贴下来 然后改一个向右好了 后面这个地方 改成什么 改成一样 这个mid是在VBA里面 mid的 然后呢 它固定的部分的话 我习惯 因为刚刚是蓝列都锁 所以我就把它改成 那个range A1 这样的话表示固定的位置 那把那个current 有没有 本来是current-1 把它改成追-1 那raw的话呢 本来是raw-4 把它改成I-4 再准 乘上会有10 这个有没有 跟刚刚不是一模一样吗 对不对 然后后面抓几个 抓一个字 一模一样 基本上观念都雷同 所以再来 向下轻除 我讲就简单了 向下轻除 你就向下卷动 看一下 13到20 一样2到21 所以写法没有不一样 只是说它的那个位置 你把它变一下 把它变一下 这个我好像没改到 13到20 应该错了 我这边是I追颠倒 所以这个I追 当然两个顺序 你习惯如果先往下 再往下的话 你可以把I追颠倒 那如果是I在上面的话 它会先跑一列 跑完再换下一列 那我这样的写法的话 就是先一栏跑完 再换下一栏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两个把它颠倒 那里面的话一样 只是把这个地方做变更 上面跟下面 最大不一样 就是把那个 列的部分 跟I的部分 做一个颠倒 那编号 先列 对 先列 列I的部分 减掉12 因为我从13开始 减掉12之后剩1 编号 那再加上后面的倍数是8 那第一次不加 所以记得把那个第二栏 因为JUD是从2开始 把2减掉 乘上8 OK 那这样的话 跑下来的话 应该就会是如我们预期的 所以清除部分 这个好像写 这个应该是清除 好 那我把这个地方清除掉 下面部分的话 直接清除 下面就清 你会发现 它这个因为 电脑跑得 有点 有点慢 所以反而 可以看到那个效果 那向下的话 因为我是先这一栏完再换下一栏 所以执行起来 刚好 反而这个效果看 因为平常 今天电脑不知道怎么的 有点怪怪的 可能最近因为天气又变化了 变成我好了 它变成它不好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向下 清除 再一个向下 OK 那清除部分的话 我们这种写法 其实 不怎么高明 为什么 因为这种写法 我前面好像 不知道有没有跟各位讲过 这种写法是 它是一个一个清除 所以你会发现 一个一个清除 效率一定是非常不好的 尤其是你的储存格 数量越多 那会清除得越久 所以一般 如果遇到大范围的清除 而且是连续范围清除 通常会写成 下面这种 用什么 用range的方式来清除 因为如果range来清除的话 它是一下子就全部清除了 所以你会发现 我再做一次给各位看 这个 逐个逐个跑 跑完清除的话 刚刚如果清除 是一个一个清除 那如果说我今天 可以把它改成range的话 那就告诉它说 B13到U20 后面加上一个什么 点下去 其实它刮法又出来 点clear contents 所以你打一个C 打一个L C clear clear contents 内容 不用clear clear连框线都会删掉 clear contents 这样的话呢 它的删除一定是比较快的 为什么 因为它会先整个范围 然后再清除 我资讯给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 一下就好了 跟刚刚是一个一个慢慢清除 当然效率上面会快很多 所以以后 当然如果说你将来遇到 那个范围里面是做同一件事情的话 那记得用range 不过呢 它会有个问题 就是这个地方 它必须是文字 文字 比如说哪一个 除尊格 到哪一个除尊格 可是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 那如果假如是 我知道它哪一个栏 哪一个列 那还没什么方式 其实 除了用这个方式来表示之外 其实你还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这个critical content 你可以 第二种方式是 刮糊 它给它除了是文字之外 你可以给一个什么 给一个sales 哪一个sales 这个sales 你可以打成这样 sales 刮糊 它这个叫什么 13列 有没有 第几栏呢 第b栏 你可以打这样子 这是 然后 逗点 它会问你说 两个sales 一个是左上角 一个是右下角 右下角那个应该是 sales 刮糊 哪一列呢 第20列 哪一栏 U栏 后刮糊 点 clear content clear contents 好 那你想说 这个方式呢 有什么好处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 b你可以改成2 u你可以改成 应该是21 那也就是 如果我今天 可以抓到 某一个范围的 最下面的列 其实这些 都可以改成动态 给它一个变数 也可以 比如说我今天 已经知道 追踪之后 它的最下面一列 知道了 最右边一栏 知道了 那你可以利用这个方式 去改变它的 它的 列号 列号应该是这个 跟蓝号 那这个时候呢 range 会比较 这样稍微比较弹心一些些 所以跟各位稍微 补充一下 如果你清楚的话 记得将来可以改成 大范围清楚 可以改成 这样的方法 或者是这样的方法 两种方法 那这部分的话 各有优缺点 我想各位稍微试一下 那后来 因为这个问题 本来已经结束了 ending了 后来就有个同学 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 老师 我一般工作需要的时候 不是放进来 而是输出 也就是说 我今天呢 你们等一下可以试一下 增加一个新的工作表 把刚刚的那个 就是这个摆加性 放在这边 然后他的需要是说 老师那我有 很多蓝啊 可是我今天 希望把它串成一蓝 我有八蓝 我有二十蓝 我希望不要分蓝 就是把资料怎么样 全部都放在同一蓝 比如说V蓝好了 他的方法是 照前孙 有没有 一直往下 把它变成一个哦 就一整蓝就对了 你应该懂吗 意思吧 就是这个二十个放这边 这二十个 再继续往下放 再二十个 再往下放 OK 那最后的话 把它按下去 全部就好了 有没有 那其实你工作里面 也有可能会有这种状况 就是你有很多蓝 但是实际上 你希望把它放在同一蓝 或者是放两蓝 也可以啦 放三蓝也可以啦 反正 那多少蓝 换成另外的蓝数 怎么做 程式会不会很复杂呢 看起来好像很复杂 但是实际上 先给各位瞄一下 就是只是这样 也是一样 就五行啦 一个是列回圈 一个是蓝回圈 中间只有加这么一行 程式就搞定了 感觉好像很难 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而已 OK 好 想想看吧 这样应该看得懂吧 OK 这样子执行起来 它就放了 那当然你也可以改啊 你说 老师那我不要串成一蓝 我串成两蓝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串成三蓝可不可以 可以啊 看你要几蓝 改一下 你要怎么放就怎么放 所以基本上VBA能够处理什么 就是来源是什么 中间处理完 放在那个输出 一个输入 处理输出 那输入来源 也许可以是从Excel 可以从资料库 可以从网路 反正你一堆资料 放在哪里呢 放在你要放的位置 怎么放 由你自己决定啊 反正你一定有个规则 有个逻辑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的部分呢 一个是向右 一个是向下 那程式码都在云端上 反正这些都是固定的做法 那如果做完之后 再想想看 如何把它串成一栏 这个串成一栏是额外的 所以你就新增一个工作表 把百家姓二的向右的这一个 这个工作表 帮我贴到那个串成一栏的这边 这个范围 贴到哪里呢 贴到它的A1 到它的那个T吧 反正就这范围 那旁边想想看 就是把它放在 空一栏的那个隔壁这一栏 把它换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OK 好 那最后的那个完成的程式码 也在云端上面有了 因为刚好我有看到 这个是之前前一期同学问的问题 那刚好我有想到 所以我就把它放上来 那刚刚的VBA程式码 也都在云端上面 如果有各位要参考的话 可以试试看 那所以我们会有三阶段 一个是MID函数 加上一个编号 那一个是用Column来做的 Column跟Rule 那再来就是VBA Column跟Rule